古代农民最害怕的除了大旱,怕的就是蝗灾了,为了治理蝗灾,我国农民千百年来想出了无数办法,如今在科技的支持下,终于让铲除蝗虫的计划成为了可能,但问题是现在别说蝗灾了,哪怕落单的一两只蝗虫都见不到,难道蝗虫真的被我们杀完杀尽了吗? 这里是知识TNT,去年黄汉商浓收,新年日望岁丰美,早在千年前就有诗人针对性的写出了蝗灾的可恨之处,在如此长久的岁月里,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跟蝗灾做斗争,如果要平定世界上蝗灾受灾范围和程度最大的国家,那一定非我国莫属了。 据了解,我国最早于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对蝗虫的记载,自那时到上世纪50年代左右,我国蝗灾严重的年份足足有800个还多,可以说各地区每隔6年左右就可能迎来一次较大范围的蝗灾。 而且这种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缓,在清朝时期记载的蝗灾次数就高达3600多次,涉及的省份更是从东北地区一路直驱西北甘肃,而中原与海南地区一样难逃灾害。 在记载清朝各时期奏书的《青石录》中,就将当时严重的蝗灾描述为,非必天日,史无细地,可见蝗虫密度之大。 而我们之所以将蝗灾列为与洪灾旱灾齐平的第三大灾害,是因为其不仅危害范围广,对农业形成的危害也是极高的。 蝗虫作为黄科黄鼠昆虫动物,无论是在草地还是在沙地地区都能够安然存活,平日里其最喜爱以各类农作物的经验为食。 虽然说它们进入成年期后的平均寿命最长也只有两个月,但由于蝗虫是具有群居特性的千飞昆虫,简单来说就是数量巨多,还飞得远。 据数据分析,在高密度的黄群影响下,可能每平方公里的黄群只要一天就可以吃下3.5万人的口粮,如此说来,人们怎么能不对蝗虫感到无比痛恨? 从古至今的蝗虫记载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大旱天气。 为什么蝗虫和大旱总是一起来呢? 通常来说,蝗虫的一生需要经过卵、弱虫、成虫三个阶段。 在卵形态下,它们被成虫们放置于较深的地下,所以人们很难从根源上对黄群进行处理。 而当它们安全长大之后,一旦感受到环境干燥,会比普通状态下更有近视欲望。 这时的蝗虫们虽然会吃下大量食物,但其中大部分都会未经完全消化就被排除体外。 它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平衡身体对水源的需求,实现生理代谢。 除了人类难以处理成群的蝗虫、成虫之外,干旱的气候还会为蝗虫的诞生提供助力。 本来蝗虫的虫卵孵化率不会太高,但干旱的环境会让河流的水量持续下降,直至干涸。 此时,蝗虫们便会在较为湿润的深度河床内产卵。 湿度较高的环境可以催化虫卵的发育,而干旱的河床又能够保证其存活的几率提高。 随着越来越多的幼虫聚集,最终就形成了铺天盖地的黄群了。 在古代,虽然我们难以根治蝗灾,但还是从中摸索到了能够减少其频率和程度的妙招。 首先,在明朝的农政全书中就提到了可以用水田来抑制蝗灾,毕竟干旱的气候与环境会更加容易使蝗虫孵化。 此外,还可以种植特殊的农作物来减少蝗虫带来的危害。 例如种植芝麻、豌豆等作物,因为这些作物富含的碱性成分是蝗虫不喜欢的物质。 与此同时,各家村林最好养殖一定的家禽,根据生物链的关系,能以蝗虫为食物的家禽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吃掉非常可观的蝗虫数量。 虽然人力无法将蝗虫卵全部铲除,但还要为此做些努力。 所以,每年的冬季就需要农家人尽可能在蝗虫适宜的环境中寻找虫卵并消灭它。 虽然蝗灾是对农作物影响巨大的灾害之一,但与其他两个天灾相比,其实人们还是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缓解受灾程度的。 曾经让无数农民恨得牙痒痒的蝗虫,如今却很难见其身影,这些蝗虫都是怎么消失的呢? 在现代,我们对环境的改造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了。 在了解到较为干旱的地区更容易发生蝗灾之后,我国也在众多地区展开了水利工程的修建计划,并且如今的农业用地也不仅仅只有开垦种粮一种选择了。 农林牧鱼的综合性发展也能让庄稼尽可能地避免形成特殊的干旱条件。 而在环境治理之外,我们还加上了科技与狠活,如今针对蝗虫生长的抑制药剂,例如马拉琉林以及莱弗林,已经成为各地防治蝗灾的主力军。 除了这两种体现现代人智慧的治理方式之外,我们也没有放弃使用古人的老办法,那就是生物治理。 现在各地都养殖着众多家禽,对于身处山地的农家来说,就可以靠着鸡鸭鹅等家禽来翻找地下的蝗虫虫卵,以此来减少蝗虫的孵化数量。 实际上,在这些普世的方法之外,我国的生态学家马世骏还带领团队从微生物层面发现了治理蝗虫的方式,那就是真菌对蝗虫的生长发育是具有破坏作用的。 无独有偶,2004年,我国还发现让蝗虫集群化的化学物质似以吸基本假谜,这种物质在蝗虫的体表以及排泄物中都有存在。 一旦此类信息素被释放,就会引诱无数的蝗虫争相聚集,从而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蝗灾。 如今,科学家团队发现了这种物质的存在,未来就可以利用人工合成的信息素来人为的控制蝗虫的种群动态。 总而言之,虽然我们治理蝗虫的方式一直在改变,但这一切努力的目的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就是一定要将蝗虫从我国赶出去。 黄天不负有心人,如今在一代又一代治黄人的努力下,我国现在已经很少发现蝗虫的身影了。 支持TNT,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